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一个侧翻后翻 就是姿蟹类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灰熊这个品牌去做的姿蟹类 然后对于这种苍杉 侧联 蓝板 比如练牛 两个品牌就分开 就是拉普货 拉普货为主 这拉杀石料 这种工程类的 现在北方用侧翻比较多 南方用后翻比较多 它现在就不需要蓝板了 只需要一个里边这个出篮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帘布是里边都有钢丝的 这个帘布是防刀瓜 防刀瓜的 这帘布就能提到一个 特别老 我们现在不加这个蓝板 它也能够提到挡后的作用 它还可以继续用虎杀和板黄 然后这个上面也可以开顶 两边可以拉开 后面可以打开 功能上是几乎和这个昌安车的功能是一样的 昌米75的容积会比高蓝大一些 所以会拉一些轻包货 可能也会有 然后呢 顶部可以拉开 那拉开的话可以装这个 代替这个昌安车的一个功能 两个对比 现在目前的话 可能会这个重一些 但是昌安车用户还要加上棚布 还要再加上盖上这些东西的话 两个重量差不多去了 我们现在专门做了一个产品部 去市场上做调研 发现什么问题 及时的就跟设计部就一块了 就做改进去 所以说主要是在选材和设计这两个大方面 去把它做的更长造一些 低端的配件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也是想呢 就是说你不能说东西全做的挺好的 价格就是让用户又接受不了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说 我们能够给用户节省哪些费用 他就算他维修的话需要停工 我们这加上价钱 一定要是低于他们去再去维修的成本 这这些类的车子用过一年半 可能就需要修了 我们争许让他用的三年不需要维修 四年不需要维修的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都七八年的有没有问题 七八年十多年的这种车照常在路上跑的 你用的材料比较好设计比较合理的话 用的十多年是没问题的 我们做的那种港口的码头车 都是二十多年的也没问题 因为他也不需要淘汰 直接在港口上就去用就行了 是吧 现在我们是经销模式无主 然后自营模式是在我们工厂附近 外地的话需要就是 因为经销商我们 我们对经销商要求比较高 就是说你必须得提五辆车 限车摆过去 你必须有自己的门店 因为为什么这样提呢 因为我们也担心找到一些这种不合适的合伙人 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就是把用户的这种需求给你提供的不合适 用户本来需要一个好的车 他给他下达配置下达配置 用一个刹车了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打一枪换一个炮上 自己赚一把钱又走了 我们想的是能够一个找一些长期的合作的 你既然能够投资一些这种车 投资一个门店 他绝对是一个有资金实力 第二的话他也长期干个事 售后服务的话 我们是前面有我们工厂 就是他们只是过我们散客问题 我们工厂 因为我们要需要收集到一些信息 怎么改进产品 然后具体的操作的话 就需要当地的一个网络了 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方案 去给他去做一些这种维修 保养这样的 因为单约信息上 指令上就需要我们这边来去收集 然后再给他发出